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和克是一位英国记者 电影讲述了他和60个孤儿为了躲避日军追杀 徒步跋涉上千公里的故事 实际上真实的乔治和克比电影中更加传奇 今天我就带您走进中国山西五乡 讲讲抗战中外国人的真实故事 中国山西省长治市的五乡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总部在五乡驻留长达536天 朱德 彭德怀 刘国成 邓小平等将领 在五乡指挥了粉碎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 为于五乡的八路军爱航纪念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 包括八路军用过的行军锅 八路军东渡黄河时用过的铁皮船等 其中有一台古旧的外文打字机与其他抗战文物相比显得有些特殊 这台打字机呢是1974年 在重新修复位于三星城五乡县八路军总部专闭就职时 在总部的院子里挖出来的一台机器 后来呢就是我们五乡县的一些相关部门 就在79年冬天他们专程到北京访问了在抗战时期 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的作战科科长王正助首长 他当时候就见到了这些人物 十分熟悉的就说这是1939年的8月到1940年11月 英国记者乔治和克先生在咱们八路军总部工作时 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一个外国人的打字机 为什么会出现在八路军的总部呢 这还要从乔治和克特殊的人生经历说起 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乔治和克 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1937年 22岁的乔治和克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 走出校门的他在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 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他看到上海在日军占领下的悲惨景象 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留在中国 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 和克开始学习汉语 并开始为英国曼特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战事的稿件 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1938年3月 和克辗转来到武汉 直到10月武汉沦陷 他一直作为记者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战事 日军占领汉口 乔治和克是为数不多没有撤离汉口 亲眼见证武汉沦陷的外国记者之一 在汉口 和克每天白天到处采访 晚上在空袭的爆炸声中还坚持写作 和克坚持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 并把带有他真情实感的文字 发表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 让更多人感受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 他在其中一篇报道中写道 常常的一对难民 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的 无法疏散的可怜人 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 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 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 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 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 1939年和克打算去太行山采访巴陆军 可是还没启程 就病倒在路边的一家小旅店里 她昏死过去 不省人事 幸运的是 这时候小旅店住进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护士 名叫凯瑟琳霍尔 新西兰人他一直在中国从事医疗救护工作 当时他正好携带一批药品 准备运往禁茶剂根据地 凯瑟琳给和克用过药之后 用一条毛毯把昏迷不醒的和克包裹起来 抬上罗车拉到了禁茶剂根据地 和克清醒之后 凯瑟琳霍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5年7月的一天 乔治和克在和学生们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 后来脚趾溃烂化弄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 破伤风病菌侵入 伤情迅速恶化 7月22日 年仅30岁的和克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在弥留之际用中文写下了遗言 我的一切都献给陪离学校 如今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的打字机 似乎在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这个英国青年的故事 在他的旁边 陈列着一把特殊的军号 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主人是第一位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 名叫乾田光帆 1938年7月29日 乾田光帆被八路军俘虏 被连野带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 让他疑惑的是 他看到身边的八路军每天吃野菜汤皮小米汤 给他吃的却是米饭炒鸡蛋 甚至还有肉菜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八路军没有把他关起来 而是安排他和1290政治部迪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间屋子 张香山曾留学日本 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两人同住十天十夜 也常谈了十天十夜 在与张香山的交谈中 乾田光帆了解了真实的八路军 也意识到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带来的苦难 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1939年1月2日 乾田光帆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同年11月7日 在八路军前线政治部的指导下 乾田光帆和其他七位日本人 共同创建的在华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这是八路军根据第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 乾田光帆 乾田光帆参与创作了大量反战漫画和文学作品 1958年 乾田光帆返回日本 2005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89岁的乾田光帆在战后第一次回到山西武乡县 这里是当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也是他参加八路军的地方 乾田光帆把这件珍藏了几十年的军号 捐赠给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这是他在太行山战场上使用过的军号 这件彩色的旗子图案由美国等四国国旗构成 空隙处印着英文 它是抗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债券的宣传旗 它是在1943年 战西武乡的湖南岭降落中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支援我军 将我军空投物资 我爷爷是武乡当时的一个游击队员 他在行政途中就捡到了这面宣传器 后来就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 直到1995年 我们馆里就面向社会各界捐赠抗战文物 这个时候我也想到了他 回去和奶奶说 奶奶就把它捐赠给我们 他现在是我们的国家一级文物 所以您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 当年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重要地位 它是四大联盟国的之一 也是咱们目前唯一发现的一件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宣传器 这些珍贵的文物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 外国人在战乱中的传奇经历 也是中国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 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